如用图OABCD是一个金字塔 底是边长为4的正方形 顶点O与ABCD之间的距离都是5 如果O在底面ABCD投影点为H 然后AB的终点是M 然后要问OM跟OH 好题目给的条件 底是 底的边长是4 然后因为M是AB的终点 所以这个AM跟BM都是2 然后O到ABC的距离都是5 所以这边都是5 好 那他要问的就是OM跟OH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O到ABCD是等长的 所以呢 H一定就会在下面的 底ABCD的这个底 的对角线焦点上 好 所以呢 我们的MH是多少 M在这里 所以我们的MH这一段呢 就会是等于边长的一半 好 所以MH这里呢 也是等于2 好 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直角三角形拿出来 OMH H是同一点 所以他一定是直角 来 O OH OH 不知道 MH是2 好 那OM呢 嗯 还没算 好 所以我们就要回头再来算OM 那我们把侧边的这一个 平方之后开根号 所以呢就是根号21 好 所以OM呢就是根号21 那我就可以知道OH啦 好 所以OH的话呢就会等于OM的平方21 减掉MH的平方 然后2的平方就是4 所以减完之后就是17 开根号 好 所以呢 OM就是根号21 OH呢就是根号17 就是第一小题 好 那第二小题呢 他要问的是OAB 这个面 跟 底面 这个二面角 约为几度 那我要求这个 这个角 好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答案 那要求这个角的话 我们就要用到我们的 sin或cos 好 那因为这里呢 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所以呢 这个角等于多少 我也可以直接用sin或cos下去做 好 那这里呢 如果我用sin下去做 算一系答呢 就会等于根号 21 分之 根号17 好 那我们呢 按按计算机 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这个角度呢 大约就是64.123度 好 那我们取整数的话呢 就是64度